這個淨利論 約莫每年都是三四十億四五十億 三四十億四五十億的港元 換算起來大概是兩百億的台幣 好 這個是旺旺中國賣米果的利益 而且這個是包含補貼的利益 補貼我也整理給觀眾朋友看了 這些年來的補貼台面上 已經看到四十億港元了 四十億港元是什麼概念 也是一百五六十億台幣的補貼 好 這個是旺旺寶的概念 那為了郭台銘的指控 我稍微把郭台銘不要算他二三十家 其他掛牌公司 把鴻海的財報拿出來算 鴻海從兩千年起 每年的台幣的獲利都是幾百億 那如果是這幾年 不好意思 觀眾朋友你沒有看錯 我們沒有打錯 一年就賺千億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鴻海一年賺的 比旺旺賣米果十年還多 那為什麼經過一二十年 明明鴻海才是超級印鈔機 結果蔡衍明的財富可以跟郭台銘半斤八兩 而其他賣米果的做食品的 很多台灣食品業投資中國大陸都賠錢 好 我們給他一個結論叫做 大家賺錢的方式不一樣 什麼叫賺錢的方式不一樣 今天我們比較的標的 一個叫做鴻海 一個叫做旺旺 那麼這兩家你的認知中 它可能都叫做台商 但問題是他們兩家在中國做生意的方式 有什麼不一樣 最基本的不一樣 一個要做的是中國的內需市場 一個要做的是外銷 那一個做外銷的 它要賺的是全世界的錢 一個做內需的 它是要賺中國人的錢 所以你就知道兩個有根本上的不一樣 那這個根本上的不一樣 很多人會問說 那到底旺中集團在中國生意部位做多大 它是怎麼做起來的 我們簡單先給大家看一個表 從這表上面你可以看得出來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旺旺集團在中國最高峰的時候 什麼叫最高峰的時候呢 它的年營收最高的時候 是出現在2013年的時候 一年的營收是236億人民幣 那也就是台幣大概將1000億左右 那它近利是42億 那這個是它的最高峰 但是它從2013年之後陸續的走下坡 所以你會看到它後來的 一路跌到最低的時候 是197億人民幣左右 那麼這兩年大概維持在200億人民幣的水準 那為什麼要給各位看這個數據呢 各位要知道這個以年營收的數據 它在2007年的時候是多少呢 2007年的時候 距離2013年是不是差6年 2007年的時候它的年營收 剛到100億人民幣 所以你會發現它過去在中國 這樣很快的成長 但它成長模式是來自於哪裡呢 我們跟大家做個簡單的說明 因為這個... 我先打個岔 那你說2007年的時候 中國旺旺在中國一年營收 大概破100億人民幣 大概那個時候 紅海一年營收1.7兆台幣 100億人民幣是多少錢 500億台幣 500億台幣 1.7兆的台幣 不好意思 這個歷史是500億的幾十倍了吧 對 300倍 對不對 300倍了嘛 對 好 那所以呢 以當年來講 紅海的獲利都大於賣米果的營收 對 好 是 那所以當年的蔡旺旺 在郭台銘眼裡 確實是一個很小很小很小的米果咖 對 他們的營業規模基礎不一樣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 為什麼兩個人後來都是首付財產從哪裡來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談到什麼呢 談到你要去知道的是 蔡衍明這個董事長 他在中國他的資產部位到底在哪裡 像我們講最直接的 他的資產部位有一個就叫土地嘛 那為什麼有土地 因為有工廠啊 那為什麼有工廠 好 我們跟大家講一個故事好了 這個蔡衍明董事長 他是1992年的時候到中國去的 那一開始他去做這個米果生意的時候 也沒這麼順 那為什麼沒這麼順呢 因為一開始去的時候 那邊的人一開始沒有很愛吃 所以他後來有個策略是賣到哪裡去 反正賣不出去的 都要到學校那邊讓學生去吃 他等於是透過那一消費者端 帶動了需求之後呢 開始有人跟他拉貨 但各位要知道一件事喔 在1992年那個時候 中國不是像現在有很多的 立昂飯店跟超市喔 他們走的模式是通過什麼 通過批發商 也就是是批發商 各省的批發商去跟這個旺旺集團去拉貨 拉貨再鋪到零售店裡面去 那麼在這個模式裡面呢 各位要知道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因為當時需求太大 但沒有那麼多工廠啊怎麼辦呢 所以當很多人在跟蔡衍明拉貨的時候 蔡衍明用了一個策略 他寄了很多封信到各地方政府去 去幹嘛 你如果能夠幫我處理水 處理電 處理土地等問題的話呢 那我就去生產 所以當時他開了一個叫做 誰條件最好我就去那裡 所以就變成說有地方政府 開始怎麼樣做一個示範 就是我幫你把廠區土地找好 甚至幫廠按照你的要求 做好了之後 水電都弄完了 拜託你來做生產 那在這過程裡面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土地的取得是很便宜的 而且呢 一次有好多個地方政府要配合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取得了很大量的土地 再者 在中國當時很多省 你覺得那個批發通路的掌握 這後面不需要一點關係嗎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你從後面會發現一件事情 對於旺中集團來說 在中國做生意 正通人和 講白話就是靠人脈 這三個字就很重要 所以他們當時取得了大量的 很便宜的土地 我舉其中一個例子來說 像他們曾經提到 他們在珠海以前取得過一批土地 那個土地一畝是四萬塊人民幣 你有辦法想像嗎 一畝才四萬塊人民幣喔 四萬塊人民幣 折而台幣也才十幾萬而已喔 而且是買到一整畝喔 這個價格在台北 你大概買不到一坪吧 所以你就可以想見說 他們當時取得土地的價格很便宜 可是實質上過了這麼多年之後 土地價格就很值錢了 可是呢 這種做生意的模式 我們剛剛所提的 它的土地取得是不是越來越多 後來它的醫院都有蓋 但它的發展模式後來遇到一個瓶頸 什麼瓶頸呢 在中國 我們剛剛給各位看到這個數字裡面 年營收是不是在下降 對 他們也遇到中國消費的轉型 對 在這個轉型裡面呢 有人就不要吃太多零食 覺得不健康 另外一個是 很多消費轉到 那種新的零售通路 像量販店跟便利商店去了 所以它生意不像過去那麼好做 那我問你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要更鞏固你的人際關係 還是選擇我就不要鞏固人際關係 你90%的銷售都來自於這個市場 你當然選擇是要更鞏固你的人際關係嘛 所以我們也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 是你會發現他自從買下了這個望中集團之後 買下中天中時集團之後 他後來在政治的動作上面 各位可以注意到是不是變大了 比他在2009年以前 政治動作都來得大 尤其是透過媒體的政治動作變更大 所以你後面會看到他在統戰裡面 除了他當初買的時候 對當時國台辦的主任王毅講的話說報告主任 我們買下這媒體了之外 他後面在政治上的動作是不是變更大 所以你也會發現 這跟他的一個企業獲利轉型的脈絡也有關係 就變得他做生意的過去的基礎 是在這個所謂的我們講的正通人和的人脈基礎上 那後來因為他需要的是不是更大更多 各位要注意一件事情 因為食品在之前我們剛剛講 望中起家的時候 中國沒有這麼多做食品的廠商 那麼中國這幾年 是本土就養出了很多食品大廠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麼多人跟你做競爭 你知道嗎 在中國的望中集團是連面膜跟洗面乳都有賣 也就是他的企業生存壓力是大的 那麼在這個時候 你就會看到他在這個相關配合 中國的統戰的一些行為或政治訴求上面 他的動作變得更大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今年有人就合理懷疑說 在今年為什麼對韓國瑜這件事情 這個蔡野民董事長動作這麼大 所以郭台銘會說 這個是配合國台辦的行為 那這裡面再另外補充一個故事好了 這配合國台辦的行為 是因為前幾年的時候 因為在2014年發生台灣的太陽花旋韻運動 國台辦那時候被罵什麼呢 張志軍在內部被指責說 你沒有搞清楚台灣的狀況 所以有這麼大的問題 你都沒有抓到 所以張志軍我們看到後來他就下台就換人了嘛 換成劉潔一上去嘛 那換劉潔一上去這個時間 他們也預定了一個所謂的統一時間表 壓在2021年的時候 那所以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在你的專訪上面 郭台銘董事長就一直說 劉潔一被騙了 劉潔一被騙了 他為什麼一直強調這件事情 他強調這件事情表示說 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蔡野民董事長 他們跟國台辦講好說 他們選定的這個人叫做韓國瑜 他一定能夠讓兩岸關係走到他們期望的方向 但是我們從郭董事長的談話裡面 很顯然看到是這一段脈絡感覺就是都在一起了嘛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說 從政治上跟產業上的狀況 到最後看起來走到今天這樣的長相 他其實有他的脈絡跟原因 好 我們稍後再回到節目現場